喂 好啦 堂仔又是我啦 那我現在先說一下E3的Review Set 你問我E3每年都很難貼 因為你看到它不像E2那樣 只有三個項目 它有很多項目 每一附都幾個 但是我都可以告訴你 基本上就不出lightning 不出lightning 不出soul 所以只剩下那些就是你自己撞 變成這個Review Set很難搞 我就每個概念都講一講 我怕你回答不出 但是計數的你就自己看 但是我主要覺得會問 其實就偏向是這幾個 因為下面這個Solar 上年出了 這個部分都叫做一個部分 我想它未必會翻炒這些 先講一下 先講下煮食 煮食工具你學過的話 就有三隻的 一隻就是Electric Hot Place 一隻是Induction Cooker 另外最後是微波爐 再講一下 Hot Place 就是發熱底盤 發熱底盤 是底板裡面的Cooker有一個 resistor 那heating effect of resistance 產生熱力 純粹就用來煮熱上面的東西 你放些什麼在上面都可以 你放些膠 放些手上都可以煮熟 但是Induction Cooker就不同了 它裡面都是線圈來的 但是這個線圈不是直接產生熱力 反而產生Magnetic Field Magnetic Field打穿個Pot的底部 或者Cookware的底部 產生Add Decorance 那這個就是Magnetic Effect來的 Induction的Effect來的 和這個絕對不同的 你不可以任意放物料下去的 你一定要用Pot是Magnetic Material 一些可以磁化到的金屬 包括一些Iron 主要是Iron 即是鐵 很多時候他問你這個板是否熱 接觸面是否熱 兩邊都會熱 但是如果你是Hot Place 那些很熱 但你不斷傳上去煮食 但這個其實你知道Cooker是不熱的 主要是底板熱的 那些熱是倒存在那塊板上 好嗎 那這個是概念 另外那個微波爐就用你命了 那其實就是有些Microwave 那它就是一些Electric Field 那這些Changing Electric Field 當你打了一些Polar的東西 那一些Charge的東西 遇到Magnetic Field 其實就會上下動的 你指向上 正的跟你向上 負的走向下 反過來指向下 正的就走向下 那麼上下 不斷不斷不斷 那你在搓的時候 就造成一些 即是Increased Kinetic Energy 產生Internal Energy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Changing Electric Field Changing Electric Field 在這裡 那好處是什麼 就是有水的位置 都會馬上升到熱 對不對 那就不會真的由外面傳過去 那這個Polar的特性 還有 Electric Field of Microwave 就在變成的 那這個時間就可以了 好嗎 那接著就去到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就收到最多問題的 冷氣機 那冷氣機那裏 我建議大家 真的好像我這樣 畫圖先 這個圖 我真的大托大家記住 因為我發覺 自然畫這個圖之後 記一些公式都容易了 那這個圖是怎樣 那你畫房間先 畫個冷氣機 這個冷氣機 其實本身 功能就是抽些熱出去 所以抽熱呢 我們叫 Cooling Capacity CC 可以嗎 那老實說 它用電的嘛 它都有一個 Power Rating 或者 Power Input to Air Con 最後它把這些熱 全部抽出來 那你想想 其實這部冷氣機 本身 有入有出 那最後這些應該是 平衡了 所以呢 你 傳出外面的 Rate of Heat Q除 T 應該就會等於 Power Input 加上Gooling Cap 加上CC 可以嗎 那另外就是 這邊呢 你看到擺到這樣的樣子 是剛剛好 畫一條線 就做個比例 就做個COP 可以嗎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量度的冷氣機 挺好用的 所以這一個圖呢 就幫你記好所有要用的公式 以及concept是怎樣的 那你問我呢 MC那些 你自己試一下 可以嗎 你做到做到做不到 你就問我吧 但是Longquake那裡 我是想說一下 因為Longquake那裡 很多同學已經 對冷氣機的記憶 是接近零 我時難查一條 這條 冷氣機的部件上 就是四件 兩件部件是接近的 這兩件 另外有兩件部件 就是幫你做 Heat Exchange 這兩件 你看到coil 你都知道 它是主要做Heat Exchange 這兩件東西 是幫你改變溫度 這要背的 你要知道 上下這兩件就是 Change in Temperature 左右那兩件 就是做Heat Exchange 對不對 剛才我們說 冷氣機要POWER INPUT 其實主要是用在這兩件東西 幫它compress 和expand 令到它溫度變化 你問我呢 我最喜歡就是 先設置了一個compressor 你記住 你被人壓縮了 你被人壓縮了 你被人壓縮完一定很興 對不對 你被人壓縮完 那你還不興 那你興興要怎樣 你興興要放些熱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雪櫃 一個冰櫃 譬如這個是冰車 對不對 那你一定是 先加熱完之後 再流向 流出外面 流去外面 流去外面 對不對 你沒理由加熱完 興興完之後 你進去外面 那裡面的東西吃 就全都熱了 對不對 那 所以compressor 是做溫度提升 而expansion phase 就反過來 是降溫的 對不對 因為你幫人做work done 降溫 那它不太細節地問你的 存設模式 但你要知道幾樣東西 第一 你要知道它的溫度變化 第二 你要知道它的state 大概是不變 維持在原本的狀態 對不對 好了 那這兩個位置 最後這兩個coil 就是負責做熱 exchange 轉state 好了 那你先去到outdoor 因為剛才我們說 你剛剛過了compressor 吸完熱 那你當然是把熱 放出去 那你放出去的時候 我們說你loss的熱 其實是latent heat 來的 所以你會 change state 那state 就會有 梳 嘩 真的累 大概兩點多 那state 就是由 有什麼 gas state OK 轉回 liquid state 可以嗎 那它有時候會問你 它要你提供這些資料 即是 for latent heat 和轉state 這些 不可以就這樣說 Hit exchange 另外這個 就剛剛相反的 你被人降溫之後 你是負責吸回熱 那你吸熱 吸那個latent heat 那你調回 由liquid 轉回gas 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這樣背了 好嗎 那有時候有機會問你 potential energy 怎麼變 喂大哥 potential energy 是heat 你應該吃的 gas分得最快 potential energy 最高 liquid就差一點 好嗎 那冷氣機 應該都差不多講完了 講完冷氣機 說什麼 看看先 講完冷氣機 來講 我們就完了chapter 1 那去到chapter 2 那裡 先飛飛 好了 chapter 1 講完 看吧 concept 然後就講車 講完車就講 Hit transfer equation 那你問我呢 車那個呢 我之前有個同學說過 那我就用回這個圖的review 首先你要明白 你學的車有三類 第一類就叫做electric car 第二種就是conventional vehicle 第三種就是hybrid混合式 那主要考你那隻都是hybrid的 那你要明白 一架車主要系統包括兩個 第一是propulsion加速系統 第二是breaking system 那我們逐個看一看 如果你說propulsion system的話 即是推動系統 其實我們說一架混合車 它就會用光 electric car的motor 和傳統車的combustion engine 一起去推動車的 那就是因為你有兩個system 所以你本身的combustion engine 和motor的size 都是degrade了的 即是說你比一架傳統車 你的引擎是小隻了 但是你留意一下 就是引擎的性能 是沒有變的 對不對 這個性能是沒有變的 這個很重要的 有時候他會問 那你這架hybrid car 是不是強一點 是不是Efficient一點 不是的 一模一樣 大小不同的意思了 好不好 至於breaking那方面 我們說一架hybrid car 和一架electric car 是一樣的 都會用兩隻煞車系統 包括fricion brake 和RBS 先說簡單的fricion brake 就這樣 下一個fricion pad 去按停按鈕 能量大部分都 加熱了那塊塊 但是你不能不下 為什麼 因為 先說RBS 因為你才知道 為什麼不用這個 RBS本身 其實是一個 循環能量 載用的系統 那它的功能是怎樣 很簡單 就是本身 你有一個propulsion system 是motor 那motor的圖 其實在上面畫 Electric motor 類似是這樣的 現在都很滑 很累 都不太知道自己說什麼 好了 motor就是這塊東西 會有電流 放一些電流去 它自己即轉 這就是你本身的propulsion system 但是當你開RBS的時候 其實motor那塊電池 會變成一個MT battery 即換了另一塊電腦 是空電來的 那這個空電有什麼用呢 當你這個coil 這個本身是隔著鞋 你看看以前的鞋 你看看 哎呀 我又畫到的 好了 當鞋轉轉一下 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令到你的coil 在field裡面 不斷地剪圍 那你一剪圍 其實就會產生 Induced current 或者我們叫 Induced current 那Induced current 流過MT battery 其實就做到充電效果 行不行 那你就可以 可以將kinetic energy 轉了做 Electrical energy 那這個是很好 因為你循環作用 不會loss 能量在煞車的heats 那個位置 或者internal energy 那裡 但是這個系統 本身有些流動 第一就是 它有時 如果fullly charged 的話 其實它就不能製造 Induced current 行不行 那變成你一定要用fricion brake 那你充滿了車 那你就停不了車 如果不是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這個東西廢了 那你也要用fricional brake 第三就是 當你突然間有個人衝出來 你會想急殺 那也是fricional brake 才能幫到你 因為它只可以慢慢把能量 dissipate 變回 做 就是應該這樣說 慢慢把能量轉回 到chemical 那你車會慢慢 slow down 行不行 那我們主要在兩個情況之下 用RBS 分別就是煞車 或者你落斜的時候 落斜的時候 離開RBS 或者開那個 我們叫做 Generator 或者有時它會用這個字 Dynamo Dynamo 對不對 其實都是Generator 那你就會將 Extra的potential energy 給下那個 給下那個 發電機 對不對 那製造能量 那變成你的車 下去的時候 就不會很快 就是行 constant speed 所以大家要注意 譬如有些MC 他提到你 他就說 Hybrid car 不可以外置充電的 這個剛才沒有特別提到 這個是真的 Electric car 可以外充的 電子車 Tesla 是可以外充的 但是排隊排死你 但是你說買Hybrid car 那麼Hybrid car 沒有得外充 沒有得外充呢 但是它是否只可以 那時候充電 不是的 落斜行 constant speed 都可以充電的 對不對 那也有一件事 值得提例 就是Hybrid car 它放不放廢料呢 它放的 不是 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 它有個Compulsion engine 剛剛我們提到 Propulsion system 只要你用得Compulsion engine 你有燒原料的話 你一定放廢氣 第二就是 Motor 那些電本身 其實就是在發電站上來的 那發電站的電 都是燒煤燒出來的 所以都會產生廢氣 那這個想要提醒一下你 好嗎 那最後呢 這幅差不多講完了 那很少而已 就是這些圖 你自己要立不立 好嗎 那方向那些其實是重要的 那我猜它都會出這些類似的 因為LongKey都問過的 好嗎 那沒有了 Hybrid car那些應該都真的講完了 好了 正 那接著就去下個部分了 那講完Hybrid car 其實這個部分就沒什麼好說 老實說 Heat Transplay equation 那Heat Transplay equation 其實我真的很怕它出這個 老實說 我真的很怕它出這個 所以我在那個AL那個Z那裡 我都叫你 真的看一看這條講話先 它叫你 derive那個U-Value的Expected 即那個U-Value的Combined Value 你搭著兩塊不同U-Value的東西 那究竟那個Effective U-Value是什麼呢 那你就算真的 derive不到你幾句 就是那個Equipence類似這個 即是類似兩個 In Parallel的Resistance 做出來的樣子 你真的想研究一下 那你就看回ALCE的Elective Resort的題目 那時候我做過的 那你想聽一次這條呢 我自然都錄過的 那你叫我傳給你看 好嗎 這條我覺得真的有機會問 不過算了 現在講你都浪費了 好了 那計數那些呢 其實我就不打算講 但是呢 有些資料性的東西要提理 因為今次主要都是講背書的 那在公式上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呢 會 有間屋 那它就會說有些熱存進去 那變成你這裡會有 KaΔT Over D 這個Heat Transfer Inward Equation 是不是 但是你留意一下 就是如果它的房間 維持室溫呢 那我們就說 它的冷氣機做到事了 幫它抽到熱出去 所以這個會等於試試的 其實有時候 好嗎 那這個公式有時候都會 少用一點 那看回來了 那另外呢 要提理的東西 就真的那個 提理什麼呢 不記得了 唉 有點累 看看有沒有先 提理你幾隻玻璃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問 但是很久沒問過 那有機會真的翻炒 那你知道玻璃呢 裡面有三類的 我真的沒問過 這傢伙 這裏有一點 它有一個Solar Control Window Film 玻璃呢 除了Solar Film之外 或Solar Control Window Film之外 這塊是一塊膜來的 那這塊膜呢 就直接貼在你的玻璃面上 那就可以減少 UV和Invirate 但是你說 可不可以 由根本入手呢 由根本入手呢 你發覺有三種玻璃 一種叫 Teen Glass 那你看看 Noxy有沒有了 那第二種叫 Reflective Glass 最後一種呢 就會是 Low E Low E Glass Low Emissivity Glass 那呢 Teen Glass 就是UV Visible 全部都Cut 可以嗎 那我這樣畫個表吧 UV Visible Invirate 那Teen Glass呢 它就三樣都會 Absorb 那Reflective Glass呢 它三樣都會 Reflect 那如果你全部Reflect 或者大部分 即全部Wave的種類 Reflect了 或者Absorb 其實沒有啊 因為Visible Light 你吸了或者反射了 你家屋裡面 就很貴暗的 所以呢 我們只要用Low E 它是可以Reflect到 UV 和Invirate 那Visible 就保持得很好 即是都入到去 那好東西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提一提你 看看還有什麼想說 沒有啊 這個部分還要計算 所以Concept真是少 提一提你 在香港的OTTV 其實主要 真的 By the way 這個公式 我想你應該知道 Hit Transfer Per Unit Area 對不對 那Hit Transfer 要計算 Conduction Convection Radiation 對不對 那你減到這幾種 任何一種 都減少OTTV 但是反而值得留意 就是 在物料上 怎樣減少OTTV 整個窗 整細些 因為Radiation少些 Convection都少了 對不對 但是 值得一提就是 但是物料上 如果你整個窗 小一點 你用 你把那些玻璃 replace by concrete 其實是差不多的 在Conductivity 傳熱性方面 好嗎 所以 Conduction那裡 其實它是減不到你的 這條很多同學都問過我的 對不對 即是玻璃傳熱 和磚頭傳熱 如果它的厚度是一樣的話 其實是很接近的 兩個數值 所以主要整窗 整細些都減少Radiation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 還有沒有什麼想問你呢 還有什麼想跟你說呢 你問我 我就覺得 真的 都少 真的計數 因為這個位置 好嗎 那大家努力吧 好 那最後 最後就是 終於說了這個 最後就是Nuclear 風力 水力 太陽能達電 那 老實說 真的可以詳細一點 其實就真的只有風力發電 Nuclear 你自己做一下 Elective-3 Cge-Al 那石 Al很喜歡出Nuclear energy 但很多都是計數的 那變成 你問我 我就真的不怕他問 concept 那說說風力發電 那風力發電 那裏 其實 要學的 concept 不多 但反而覺得 它有機會問你那個 derive 看一下 不是這個 這個reactor 也有機會問的 那你有機會 就自己讀書 對嗎 對 我說一說 唉 就是 這個Nuclear reactor 其實它有分兩個部分 它純粹就是把水 熬熱了 熬熱之後 它會用一些 steam 去drive generator 但是它分開兩個部件 整個Nuclear reactor 其實都是用回 大家在core part 很熟的那條公式 suppose很熟 好了 接著 你見 橙色的那些 其實就是叫做 Fuel Rods 即是U-235 真的是原料來的 OK 那你會拿些neutron 打這個Uranium-235 去做一個fission process 這個fission process 產生大量的熱力 那就能夠把水升溫 但是留意 它不是直接拿這些水 來drive generator 因爲這些水是pursorized 高壓的 高壓的水 其實它沒有那麼容易變蒸氣 反而它會留下這些水 過到這裡 當它和第二個 這個叫第一 這個叫第二個 Water circuit 有接觸的時候 就會傳了一些葉 給第二個Water circuit 第二個Water circuit的水 真的可以變成steam 真的用來drive turbine 可以嗎 那些水 真的在溫水裡沒有 所以那些水 其實本身 它最後也會留下河的 所以它本身 沒有輻射性的 第二個cycle 因爲它沒有直接接觸到 你的radioactive source 反而第一個就有的 因爲其實 它真的在中間 不斷循環再流 所以一直留下 radioactive source 值得留意的就是 它的高壓水 爲什麽要做到高壓 不直接用來煲這個 變成steam 煲這個turbine 原因是因爲 它要用pasteurized water 才能做到 Slow down Neutron的效果 可以嗎 因爲你記得這個reaction 一定要慢的neutron 撞下去才行 另外提到 就是那個 control rod 即是綠色這枝東西 可以塞入一些 或者拿出一些 去absorb 那些neutron 減低reaction rate 即是說水 和control rod 分別是增加reaction rate 和降低reaction rate 但是你是 slow down 去增加reaction rate 水的功能 可以嗎 這個值得看一下 那沒有了 放點Energy 我自己看回屋書 不會問我 好了 這些就是 Longcraft不會問 不問 不理他 對了 剛才說了 風車 風車 反而我想說的概念 就是 其實這條公式 本身 2分之1 Role AV 3次 我們假設能量 是來自 kinetic energy of air 所以 air 撞到風車 流失了 它的ke 就會變成 現在這個 term 可以嗎 如果你看回公式 整個derive 裡面 是假設了 air 垂直撞下去 兼且撞完之後 將ke 全部給予出來 所以 其實 這條公式 本身 假設的東西 都會問回你的 亦都假設它 是沒有 Energy 在裡面 才會做到 如果不然 可能又多回 efficiency 同時 風速 又要維持 不變 wind speed 我怕它出電話 所以 立立立 只剩下 這兩個 hybrid 和solar 我不管它 那你自己看 E3 還要有機會 找到Long Crack 那些 應該就說了 好嗎 剩下的交給你自己